有很大一部分小伙伴的胳膊和腿上 密密麻麻的长着很多红红的 摸起来凹脱不平的小疙瘩 远远看上去就像被拔了毛的鸡一样 所以大家都叫它鸡皮肤 虽然这些小疙瘩不影响健康 但是却非常影响美观 而且这么多小痘痘长在胳膊上 你会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去挤它的手 结果呢引发炎症不说 还容易导致色素沉着 这种鸡皮肤其实就是毛周角化病 它的产生还得从皮肤角化的过程说起 我们的皮肤就像是一堵坚韧的外墙 既能保住我们身体内的水分 又能阻挡外界的病菌乳禽 而它原本是表皮最底层 也就是基底层的一颗 普普通通软软滑滑QQ弹弹的角质形成细胞 它聪明勤奋坚韧且自律 它的梦想是成为一颗角质层中优秀的角质细胞 为保护这个身体尽自己的一份力 于是它每天不断地分裂 不断地往外挤 在往外挤的过程中 还在不断学着自己制造角蛋白和透明角质颗粒 为将来能成为一名有合格功能的角质细胞 做着充足的准备 终于在某一天 它被抽走了灵魂吸干了水分 变成了一坨又干又硬 充满角蛋白的角质细胞 然后被当成一块块砖 砌在了皮肤的角质层上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熟悉的角化 我是不是努力错了方向 由于我们每天这里蹭蹭 那里贴贴 导致表面许多角质细胞都会被蹭掉 所以表皮基底层会一直分裂向外补充角质层 在正常人的皮肤里 表皮角化的过程相互配合得非常默契 角质层需要多少 咱就造多少 拒绝浪费 但是有毛周角化病的人的皮肤基底层 好像有点前方过头了 它不断地分裂 直到角质细胞往上挤 角质层看着这些多出来的角质细胞 非常的头疼 其实它瞄见了周围的毛囊开口 于是就把它们当成了垃圾桶 把多余的角质细胞全都丢了进去 角质层的麻烦解决了 但是毛发们生长的大门却给堵死了 这下可把毛发给整蒙了 它无论怎么顶都出不住 挣扎到自己都弯了 却也只是顶出了一个小疙瘩而已 由于挤破了周围的上皮 造成了炎症 这些小疙瘩旁边还会看起来红红的 当你把这个小疙瘩抠掉 就有可能见到只跟一脸憋屈的毛 而且 这些急急忙忙分裂出来的细胞们 还没好好学习 怎么成为一只合格的角质细胞 就被丢到了陌生的岗位上 它们并不能做好手里的工作 构成有良好屏障功能的角质层 于是 就有可能造成皮肤干燥 屏障功能下降等情况 而具体为啥人的皮肤里 会出现这样异常的狡化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 只知道 它和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还和维生素缺乏 内分泌等因素相关 根据统计 人群中大约有一半的人 都有毛周角化 而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 毛周角化的情况 就会慢慢好转 甚至消失 但也有人 即使到了老年 毛周角化也不会有好转 并且呢 很多人出现这个问题 都和基因有关 所以 现在还很难完全根治它 别说了 绝望 但是 是可以改善的 你只要做好保湿 和改善角质 就很有希望帮助病情好转 平常洗澡时间 不要太长 不要用太热的水 也不要用强力去游 甚至有刺激性的沐浴产品 不然你身体用来保湿的油脂 就会被洗走太多了 洗澡以后 一定一定要及时涂上保湿乳 平时 对有毛周角化部位的皮肤 也要注意做好防晒 防止阳光 对皮肤的损伤 而对于已经形成较严重的肌皮肤 也可以尝试使用 有去角质功能的产品 但因为 它们本身对屏障功能 不太好的肌皮肤 不是很友好 所以 单纯去角质并不是上侧 长期坚持 做好防晒保湿 然后再根据情况配合去角质 才是改善肌皮肤最好的办法 我是花小涝 我的梦想 是称一名博学的画家